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二十多件 珍珠 宝石 金箔 是谁能够享有如此奢华的陪葬品 我们在工地上在发掘的时候 叫黄金甲 应该是一种比较高贵的这种遗物了 神秘的银制文章 奇异的文字和图案 能否揭开牧主人的身份之谜 有过刀伤 整个是织固萎缩 变形特别严重 本期考古公开出为您邀请到 2018穴位一号目考古发掘领队 韩建华老师 带领大家一起走进 高原上的亡邻 二十多条 中华文明远远流长 切磋琢磨考古论金 各位观众大家好 您现在收看的是 大型考古历史文化类节目 考古公开课 我是陈志峰 今天的考古公开课 由我们面向社会招募的 六位热爱考古的学员 首先欢迎你们的到来 2018年青海省都兰县的一起 盗墓案震惊了全国 这起盗墓案涉案文物 达到了646件 后经警方全力侦破 最终抓获了盗墓团伙 26人 646件涉案文物 被全部追回 这究竟是一座怎样的大墓呢 我们来看一个短片 2018年 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 藏族自治州都兰县 热水乡的热水物群 发生被盗事件 震动全国 同年 经国家文物局批准 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和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组成联合考古队 开始对被盗的 2018穴位一号墓 进行抢救性发掘 经过近三年的发掘 这座墓葬清晰地 展现在人们眼前 宏大的墓葬规模 复杂的墓室结构 一千多件精美文物的冲 让世人惊艳 2018穴位一号墓 因其丰富的考古成果 更是荣因2020年度 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今天的考古公开课 我们特意为大家请来了 这座2018穴位一号墓 考古发掘队的领队 中国社会科学院 考古研究所的副研究员 韩建华老师 掌声 咱们欢迎韩老师上场 欢迎韩老师 韩老师好 欢迎 韩老师 您是不是先给我们 概括性地介绍一下 这座穴位一号墓 它是一座怎么样的墓葬 穴位一号墓 在这个热水墓群 有两座名称为 穴位一号的大墓 一座墓是1982年发掘了 一座是2018年发掘了 1982年发掘了 这个穴位一号墓 就是民间俗称的九层腰塔 而我们2018年发掘了这一座 穴位一号墓 1982年发掘了这座墓葬 400米 然后这个墓葬是5到8世纪里时候的 土玉魂里墓葬 2018穴位一号墓所在的热水墓群 位于清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藏族自治州 都兰县热水乡 于1982年发现 属唐代土玉魂的墓葬群 共有墓葬200一座 热水墓群的发掘 对研究土玉文明史 唐代中国西部地区的墓葬形制 和当地与中亚地区的文化交流 有着重要价值 在这样一个地方进行考古发掘 韩老师一定我觉得 有很多与内地与中原考古发掘 不一样的地方 在这个之前 我是一直在洛阳 做这个隋唐洛阳城的发掘 就当时隋阳帝建立这个东都洛阳 而到了武则天时期 又成神都的这个地方做发掘 然后就是从一个海拔 150米的地方 然后到了一个海拔3500米的地方 首先高原缺氧 这是首先的 第二个是这地方里漏特别难走 漏难走啊 漏难走 因为从热水箱到我们工作的地方 没有柏油漏 全是石子铺里漏 我们一个发掘季度 四个轮胎 你看 全部爆掉了 我刚才就想说 都是沙粒铺成的那个 对对对 特别废轮胎 第三个是昼夜温差大 第一季度发掘的时候 所住的那个住地 离厕所 离我们住的房子 大概100米 要是晚上上厕所的话 必须奔跑着去 这还别闹肚子 闹肚子跑得好 来不及 对 所以这一些都是对我们的工作 构成一个挑战 真的 刚才 韩老师提到了一个历史名词 或者说是一个古国名吧 大家我不知道注意没注意 叫土育魂国 这三个字到底怎么写 我们来看看大屏幕 如果说单独出这三个字 也可能哪位观众朋友 会读成土股魂 有这种可能 但是这个地方 为什么要读土育魂呢 土育魂是一个部族 它是咱们 原来生活在这个辽西地区里 东湖的一个少数民族 他在这个勇家之乱的时候 然后有一部分 这个他的祖先 里名字就叫土育魂 他带领他的部族 从这个辽西向西迁 他为什么要迁 就是当时弟兄两个 这个土育魂是树长子 有一个敌长子叫慕容威 然后这个慕容威当了这个王以后 兄弟两个就把操场 然后进行了分割 土育魂就分得1700户 他将这1700户人 就在他的这个操场里边 结果是兄弟两个的马 有一次两个马打架 两个马的打架 然后导致两个兄弟发生矛盾 兄弟发生矛盾以后 他就斥责他的哥哥 他哥哥一生气 就带着他的1700户人 从辽西开始向内蒙 到了内蒙 然后又从内蒙迁到了这个甘肃的临下 在这地方开始发展他的势力 然后和当地的枪族 底族一块融合 成为一个很强大的部族 到了这个土育魂的第三代 他的孙子叶岩的时候 就以他爷爷的这个名字 来建了一个国 他爷爷就叫土育魂 他爷爷就叫土育魂 这样成立了一个叫土育魂国 或者叫一个土育魂 一个政权 是吧 据说好像他们是鲜卑的一支 对 鲜卑的一支 鲜卑的一支 他这个夜盐建了这个土育魂国以后 经过了16代 他们这个疆域最大的时候 北边 麒连山 一南 南边 这是雪山 然后这个东边的就是临下这一块 然后西边到新疆的切末 文献记载就是它东西4000里 南北2000里 江域特别辽阔 刚才这个韩老师 把这个整个土育魂国的情况 给他给我们做了一番介绍 我想在这样一个艰苦的环境当中 我们的考古队员们 他们究竟怎么样进行这些工作的 在这里又会有哪些发现呢 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个舞台交给韩老师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 2018雪威一号目的这个位置 它是整个位于这个长寒乌苏河 也简称热水河 北岸二级台地上边 在这个地方分布了大大小小的 200多座墓葬 而我们发觉了2018雪威一号目 这是其中的一座 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2018雪威一号目的这个结构 它这个墓葬结构是由地上的墓园部分 和地下的墓室结构组成 那地上的墓园 它是由营墙 回廊和这个风土组成 这个营墙就是由这个大型的方形的这个框子 它这个墙是由下面是石头砌柱 上面有土坯砌柱 这是它的营墙 营墙就是这个墓葬的范围里一个界线 然后在这个营墙的北侧 有一个门纸 就是二号门纸 二号门纸保存特别好 是一个木质的门道 宽一米五 它是由木门坎和木门墩组成 另外在这个营墙里 东北角我们发现有F1 F2 两座祭祀建筑 我们之所以说它是祭祀建筑 是因为我们在发掘的过程中 发现这个F1里边有和祭祀相关的一些遗存 首先是在这个F1里边涂上标红点的两个地方 一个是发现这个阳间甲骨 就是进行祭祀的阳间甲骨五块 阳间甲骨放在一块 另外一个是在它的地面上有一块 擦在地面里边的一个方木 这和这个旧堂书《吐蕃传》里边 赞普斯与木上其大使 擦杂木为慈祭之所的这个文献记载是吻合的 所以我们判断它为这个祭祀建筑 我们通过发掘可以确认 这个当时它后代来祭祀的时候 是从木道里这个位置进来 绕着这个回廊一圈 出二号门再进到祭祀建筑里边去做祭祀 就四十祭祀是这样来进行的 这个墓葬的地下部分 它是由木道 木框和墓室几部分组成 木道朝东 木道呈台阶状 在木道里边我们发现有迅马坑 迅马坑南北长6.6米宽 1.1米 里边迅有六匹马 这六匹马全是四到六岁的公马 这些马曾经被骑过 从肚骨骼鉴定 这些马有这个马脊椎受伤的这种痕迹 另外在这个驯马坑里边 我们发现一些遗物 其中一个是在一号马的马脖子上 有个静带 它是下面用丝绸做底衬 然后上面用银饰的唐草纹做了装饰 另外在下面 这个静带下面有个圆形的银牌 银牌上面是立凤 就站立了一个凤鸟 它这个是挂在马脖子上 下面然后挂着铃铛 这是一个木道的位置 木框四周有四层台 每层台大概宽八十公分左右 另外我们在这个木框里边里 东南角发现有一个驯升坑 这个驯升坑和木道之间 是有一个门道和台阶相连 这个驯升坑长3.5米 宽2.7米 全部是由这个土坯气柱上的 从这个驯升坑 我们总共发现了三层 就是这个动物的骨骼是层层叠放 我们发现了三层 最底层的时候 我们还发现有一个木窍的一把铁剑 在这里边里 所有的这个动物骨骼 有这个骆驼 牦牛 绵羊 山羊 所以当时有学者就称 这个驯升坑 应该是他们当时的一个肉库 另外一个是这个木框里西侧和南侧 有这个当时施工的通道 就是为了建这个木的一个施工通道 然后在这个木框里四个角 有当时施工时用的这个石子 就立石的这个堆积里 从堆撞的这种情况 为什么有这些堆撞的石头 因为在第四层的时候 整个牧室有一个防盗的立石层 这个立石层厚40公分 是将整个牧室里全部覆盖起来 当这个牧室的这个立石层 结掉以后 就出现了这个各个牧室的棚木 就是现在这种状况 竹牧室有19根棚木 侧室分别有11根棚木 在侧室上面有三根横梁 它和棚木是成十字交叉的这种状态 在这里边我们能看见它的木门 这是木门的情况 木门是一个平顶 然后这个木门和我们中原里 这种堂木的木门 是不完全一样的 它不能开合 而是从上面 就是竹牧室里上层那个方形的孔 就是当时的这个木门 就是从上面这样安装下去的 这个地下的牧室有五个石组成 中间里竹石南侧和北侧 分别有两个侧室组成 五个木石正好是文献记载 灵内建五神殿 比较吻合 所以我们将这个墓葬的墓石结构 成为五神殿 另外说是它是宫殿的形状 是因为在主墓石里边 我们发现有这个木构里 这个斗拱 这个斗拱是由这个 下面的托和上面的滑拱 组成了一个组合式的这个斗拱 同时这个斗拱里边 所有的斗拱都是用红漆漆过的 红色的斗拱 而这个斗拱下面是有立柱 立柱下面是有柱楚石 所以从这个我们站在牧室里边 来看这个牧室的四壁 它就是一个宫殿建筑的样子 这种木斗拱在唐代的这个墓葬里边 我们只是在壁画里边建过 而这种实质的斗拱 在中原地区是没有发现 而在这个青海地区的这个墓葬里边 我们是首次发现 这个墓葬里边也有壁画 但是因为盗墓 而是整个的这个墓葬里边进水 所以壁画因为浸泡 然后大部分脱落 我们在墓室的四壁上 是能简单地发现一些 壁画的地障层和这个 土里白灰墙皮 在墙皮上我们也能发现一个红彩 可以想象当时的这个彩色的各种壁画 白色的墙皮 想想这个宫殿是非常华丽的 这一些就是墓葬里边的一些装饰 另外一个是我们在主墓室里西侧 发现一个二层的祭台 这个祭台是干什么用的 祭台就当时在墓内做祭奠的时候 放贡品的地方 所以我们就在这个上面发现有漆盘 漆盘上面发现有未碳化的葡萄籽 用肉眼就可以看见了这个 非常明显的这葡萄籽的形状 另外一个就在这上面还发现一个青铜斧 什么叫青铜斧 青铜斧就是一个锅 当时游牧民族在这个迁移的过程中 做饭的一种东西 我们发现了这个青铜斧的这个直径相对比较大 直径87厘米 现在发现了两个是叠放在一块 是抠在那个地方 口朝下 底朝上 但是因为盗墓里破坏 然后它的底已经不存在了 在原来发掘了一些里边 这个铜斧上面会有文字 甚至会有它的这个祖鼠的名字 所以我们在将来实验室考古的时候 期待从这个铜斧里边发现文字 另外一个在这个墓葬底部有棺床 这个棺床是用红色的砖 铺器的棺床 在棺床上面有这个木棺 根据这个木棺的宽度 它是三米一乘一米九 所以我们推测这是双棺 是个孵符合葬的这么一个 这个在棺床的周边 我们发现好多的这个琉璃珠 这个琉璃珠就是紧紧围绕着 这棺床的四周 所以我们推测这个是 当时里在这个棺上面 有这个围杖 就是狮有围杖 所以大量的这个琉璃珠 发现在它的周边 另外在这个棺床里 棺床取掉以后 下面有铺了一层黑白石片 铺在下面 这个黑白石片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现在也不能确定 但是从当地的这个藏族的学者 他说这个黑白石片 代表牛羊 代表财富 这是一种说法 但是正确一符 我们有待将来里继续研究 另外一个是 从竹木石和四个测试之间 有通道测试进行相连 因为被盗严重 难而测试 目前是什么性质 不能确定 但是难以测试 应该是它的刨除 在这里边发现有漆盘 发现有这个羊里骨头 还发现一个陶罐 在陶罐里边 有碳化的植物的颗粒 这个植物的颗粒 经过植物专家的鉴定 应该是青颗 所以这个南一石 应该是它的刨除的位置 在南一石的这个门口 发现一个石墨盘 这个石墨盘是干什么用的 石墨盘就是加工粮食的 一个磨粮食的这个工具 这个北一测试里边 我们仅仅发现一个铜灯 在发掘的过程中 我们这个北二测试 是结构相对比较清楚 它里边发现一个木床 所谓的木床就是一个木架子 这个木床上面是铺有这个木板 这之所以现在能看见 支流了这个几根木头 是因为盗墓里将上面的 这个木床木架子上面 铺的木板全部掀掉了 我们还能在它的这个脚上 和这个脚上 能看见一点点这个木板的痕迹 我们处理大量的丝绸 和大量的皮革 就是在这个北二测试 就是在这个木床上面 当时我们在发掘的时候 这个因为木葬进水 所以整个的丝绸 因为青嘛 所以就漂浮起来了 在这个整个它和淤土 就是一层淤土一层丝绸 一层淤土一层丝绸 另外这个丝绸和皮革 混在一块 所以我们就将这个考古 这个保护 搬到了考古现场 我们边发掘 边清理 边保护 2018雪围一号木里 这个时代 是大家最关心的 包括它的祖属 时代祖属 也是考古学 主要解决的两个问题 那么我们发掘了 2018雪围一号木里 时代是什么时代 根据它出土的这些 金器 丝绸等 我们进行了初步的推断 应该八世纪中期 另外从这个 它出土的这些 墓室顶部的棚木 我们进行了 树木年轮的断代 树木年轮 断代是在 744左右 是唐代 玄宗的天宝年间左右 所以这个墓葬里时代 和这个墓地里时代 是相对比较吻合 所以2018雪围一号木 从2018年开始 经过三年的考古发掘 虽然考古工作非常辛苦 但是我们的收获 也是满满的 好 谢谢韩老师 非常精彩细致的讲述 我们现场的学员 你们有什么问题 想跟老师做一个交流 韩老师 您好 刚才看到 在考古发掘的过程中 发现了很多巨大的棚木 这些木头 都是本地产的吗 这个是个非常好的问题 这个棚木经我们的 专家断定 它这个棚木是当地产的 就在当地周边的山上 甚至现在在德令哈 有个柏树山 在柏树山上面 还有保存着 唐代的柏树 那可很珍贵了 很珍贵 它是国宝级的柏树 这个所有的棚木 是什么木种呢 就是奇连圆柏 当地的一种柏树 当地的柏树 从这个棚木里就可以想象 当时这个地方的气候 环境是多么的 相对的比较湿润 比较的好 植物比较丰富 而且柏木也比较结实 比较结实 松柏树它含油量很高 对 它不像杨木 柳木 很快就腐朽了 是吧 还有什么问题吗 小伙子 老师您好 刚才您提到了 在墓葬里面发现了壁画 那么我想请问 在这里墓葬里发现的壁画 和唐代墓葬的壁画 有哪些相同和不同点呢 这个墓葬里面的壁画 因为盗墓然后破坏 所以我们只发现一些 灵性的残块 至于这个壁画的内容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2019年 我们在青海乌兰县 就在都兰县里 隔壁县 发现一个乌兰全购一号墓 这个里面发现了大量的壁画 它这个壁画的内容 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个是出行仪仗 一位图 就是跟身份相同的这个马呀 然后是侍从呀 这一类的出行仪位图 另外一个是跟 游牧民族相关的念乐张居 这个张居就是说 他当时这个壁画是 首先是画了有一个 两层的一个木格的楼 在旁边是有一个大的帐篷 就是他们叫佛楼 然后他们在这个佛楼外头 做着宴饮 就是有吃里有喝里 还有这个跳舞里 整个里这么一个场面 还有一个是画了 好多的这个牛羊 代表他们一个财富的这个牛羊 在壁画里边也有出现 这是他们这两个系统 而唐木壁画也是两个系统 从这个门开始到里边里生活 整个里这个宅院里内外 因为中原里人是誓死如生 张怀太子墓里边有三处雀 有出行里仪仗 然后还有这个劣迹图 这些也是跟刚才那个 一位图示相关的 从这个门雀进去以后 里边就是女眷里生活 全部画的是女的 男主外 女主内 就在壁画里边也能表现出来 它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好 我们感谢韩老师精彩的解答 好 现在我们要给电视观众 和现场的学员们出一道题 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这是在2018学位一号大幕 主墓室发现的一件文物 韩老师先给大家比划比划 就这个但我们没有参照物 我们看不出大小来 所以它到底多大 三公分左右 我想请观众朋友 和现场的学员你们猜一猜 这是一件什么东西 是做什么用的 我觉得它这个器型 有一点像乐器 就想它是不是 类似于中原的一种传统乐器 叫熏呢 我觉得如果它只有三公分 这么大的话 然后两边有眼 我不知道它那个洞 是不是通的 如果是通的 会不会是一些装饰品 韩老师 其实真的挺难的 我看还是让韩老师 给一个正确答案 这个形状确实是比较特别 它中空有三个孔洞 这个应该是 专业术语叫鸣笛 通俗一点叫想箭 就想箭上面的那个 想哨类这个 就是那个中间那一块 哨类的位置 放在箭头上 可以说放在箭的前部 对 箭杆和箭头之间里面 之间 那这是起什么作用的呢 它是一个传递信号 它是在射出去的时候 它会发出声音 哨 给指示 给命令 给指示 我们现在打信号弹 啪啪一打 大家都看到了 那会儿没有信号弹呢 对 这个是一射出去 可是就听得见 射几支 什么样的声音 可能有专用的这种 是吧 对 2018穴位一号墓 是青藏高原发现的 结构最完整 形制最复杂的 高等级目藏之一 共出土精美文物 一千多件 包括了金银器 漆木器 皮革 纺织品等众多门类 像绿松石的黄金饰品 金壶品 图案丰富的 丝织品等文物 工艺与装饰图案 不仅具有东方特色 更带有浓郁的 西律风格 为研究唐朝时期 中西交流 和中华文明 多元一体的 历史演变过程 提供了重要的 历史资料 2018穴一号墓 虽然被造 但是经过两年的 考古发掘 我们在墓葬里边 发现了不同质地的文物 其中有金器 有丝织品 有铠甲 有漆器 还有一些 珍珠 珊瑚 海螺 等等一系列的鱼物 最大量的就是金器 我们现在登记在侧里 金器有720多件 这一件就是攀织碑 它这攀织碑 是在它这个碑里边上 有一个指头压着的 这一个装饰 所以叫攀织碑 这个攀织碑 被盗的文物里边 有一件 但是我们这一件 虽然素面 但是规格比它要大 直径达到11厘米 高6.5厘米 这个足 包括上面的那个攀织碑 和整个的气身 是分体诸造 然后再焊接在一块 这个气物是用来干什么的 它是喝奶茶 喝清喝酒 所用的一个杯子 这边是金壶瓶 金壶瓶在被盗里 这个里边有四件 大概的高度 都在17到19厘米 而我们发现了这一件 21厘米高 其实这两件 是同时出土 一个是先出这个攀织碑 下面是金壶瓶 就在这两件出土的 那天早晨 我们已经清到这个 棺的位置 因为被盗 整个棺板四散凌落 我在边上看着 就心情特别低落 我说 这木杂还有什么发掘了 然后棺也破了 然后其他的什么东西 也没有 人骨也就提到 这个木门口了 那我们还能做出一些什么 刚话说完 时间不长 大概十分钟掀出了攀织碑 当出了这个金壶瓶的时候 我们就白天清理 现场清理 晚上回去后 我们就对遗物进行清理 清理这一件金壶瓶的时候 我们在金壶瓶里边 发现特别小的 一组的动物骨骼 这个动物骨骼 甚至有牙齿 然后我就将这个交给这个动物考古专家 去鉴定这个是一个什么动物 就经过多方的查找资料 然后确定是一个小仓鼠 那个小仓鼠为什么能跑到这个金壶瓶里边呢 我们有一个推测 当时这个金壶瓶放进去的时候 它应该作为一个随藏品 它应该是空的 当这个墓第一次到的时候 这种小仓鼠有可能就从外头钻进来 钻进来它就钻到这个瓶子里头了 然后它钻进去以后 然后结果就出不来了 出不来 然后最后结果是这个墓室又进水了 进水了后 整个将这个瓶子就淤住了 所以它里这个骨骼就留在这里头了 这是发现了这个金壶瓶里一些情况 我们在这个公安里北侧 北关板里发现这个金链子和这个琉璃珠 这两个是一块处理 这个链子我们看着有三根 单根长是87厘米 这个链子重量是729克 一根金链子 纯金的链子 每根链子是由大根八根的金丝 然后绞在一块形成的这个 然后在它两头有两个用绿松石镶嵌的卡扣 然后将这个链子卡起来 应该是个装饰的东西 根据当地的学者 他说是当时是挂在衣服上面的一个装饰 现在一些就藏年里在一个盛大的节日的时候 穿了衣服上面也有挂这种链子 这个金像我刚才说了 是在木道里边 切进木门里那个木道出土里 这个大象长20厘米 高14厘米 重110克 它上面是有这个唐草纹 在唐草纹中间是有绿松石里象嵌 那么这个大象我们知道 青藏高原上它不会有大象 而这个大象为什么会出现在这个墓葬里边 我们做一个推测 它应该给当时这个地方的佛教的信仰 因为大象和佛教有一定的联系 跟这个有一定的关系 八到九世纪的时候 佛教已经在青藏高原上 包括土玉环 包括吐蕃 有这个作为一个证据 另外是我们在这个热水河里南岸 发现一个磨牙造像 这磨牙造像上就有当时八世纪 赤松得赞时期 他王妃在那建了一个寺院 旁边也有这个佛教造像 所以这跟是佛教有关的一件遗物 这边是一个镂空的一个大角落 这个大角落后边有一个 我们看有一个飘带 这种飘带的装饰是典型的 波斯的一种风格 所以这件东西应该是 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东西 那么这件东西它是从西方来的 它也还是在当地产了 据相关的专家研究 虽然它这里边装饰元素 有这个西方的元素 但是它还是当地生产了 那么就是说在这地方 为什么会有这么大量的精气 其中有一个原因 因为青海都兰是我国金矿的一个主要的集中地 在目前他们一个都兰县的蜘蛛产业 就是金矿的开采 这边这两件 其中这一件双石日月 我问的这个金石 在这一批出土里边它是最漂亮的 这个绿松石镶嵌的日月 两个带翅膀的狮子相对而立 还有镶嵌的紫色的水晶 这个工艺特别的精美 这一件事我们在这个文献里边 经常建了一个凤钗 就是两根钗 然后里边有一个凤鸟 这个凤鸟是用这个金做的底子 然后在这里边弄成一个一个小的方格 用不同形状的绿松石镶嵌进去 这个鸟是一个回首的尾巴整个翘起来 然后它两面装饰是一模一样 都是这样 甚至在这个绿松石上面 将这个羽毛的形状都表现出来 是非常精美的一件文物 第二大类就是这个出土的就是丝织物 这些丝织物种类有 鳍 鲸 锣等系列 当然还有它的装饰文样 有泥巾 有团科 甚至有个羚羊工样 像这第一个是泥巾 泥巾下面它是褐色暗花纹 在上面用黄金调成的这种叶状的 然后在上面画出的这种花卉纹 这种是中原典型的一种装饰风格 团科就是整个的它上面有一个莲珠纹 在团科的中间有主纹饰 在边上是这种莲珠纹 我们知道莲珠纹是这个西方来的一种 波斯的一种装饰风格 在唐太宗时期就斗石轮在这个四川 做这个大行台 它风味这个凌阳宫 所以它把这个西方来的这种 波斯的这种团科纹和中原里 龙纹 祥凤这一类里结合起来 形成产生出一种心理纹样 就是这个羚羊工样 像这一件 这一件就是那个羚羊工样 中间你看见有一个龙 虽然这个龙现在看了 只能看见它一个龙爪和一些龙鳞 外头你看这是两圈的这个莲珠纹 所以这种就是那个羚羊工样 还有一个是中间这一个 这叫爱德莱丝绸 爱德莱丝绸是产于新疆 就是西域地区的一种这个织物 我们从这个敦煌 甚至在向西发现 就是它南北朝时期的壁画 发现有这个桑树 所以就是说在西域这地方 甚至这个中亚地区 当时也是有养残的这种情况 这种爱德莱丝绸 它这种装饰工艺 到现在新疆地区 也是新疆的一个主导的产业 在清理这件出来以后 我们清理这个丝绸里这个专家 看到这以后非常的兴奋 这时候是考古发现的第一例 现在可知道的是在故宫里边 乾隆时期从新疆进贡过来了一个 爱德莱丝绸的一件衣服 在这之前 虽然文献上记载有爱德莱丝绸 但是没有考古发现的实物 当这个爱德莱丝绸出土以后 从这个考古发现上 弥补了这个文献上的记载了一些缺憾 第三部分就是这个 我们在主墓室里边出土了大量的铠甲 铠甲有铜制的铠甲 铁制的铠甲 还有七铠甲 在这幅图上面我们能看一下 铁铠甲下面是铜铠甲 铠铠甲下面我们发现有一些人骨 这个人骨就是这个墓主人里这个骨骼 是因为被盗墓者然后从这个棺的位置 挪到了这个位置 所以就是所有的这个出土的文物 都不是原来的位置 这些铁制铠甲 是真正的实用的一些铠甲 而像七铠甲和这个 这边的这边同质的铠甲 它应该是一种 更多的是为随葬而做的一些礼仪利用 随葬品 这个铠甲片大概有十公分长 宽大概有三到五公分的 这么一个样子 在这些铠甲里边上是用皮革 将这些铠甲然后连绥起来 还有一种就是在漆铠甲里边 边上有整个一圈是包着筋 然后用堆漆形成的那种纹样 我们在工地上在发掘的时候 叫黄金甲 应该是一种比较高规格的这种遗物了 这个主墓是出了这大量的铠甲 可能跟这个墓主人的这个身份 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从文献记载 当时这个游牧民族 在这个战争的时候 都是要穿这种铠甲 特别是《吐蕃传》里边 关于这个吐蕃时期的这个锁子甲 就说是这种甲穿在人身上 只露两个眼睛 其他的都是用铠甲 然后保护起来 所以这个墓葬里边 出土了大量的铠甲 暗示着这个墓主人 应该是一个军事的指挥长官 如果根据这个墓主人身份的话 他当时随着这吐蕃和唐朝 进行过大量的战争 发现了这个人骨 我们也做了这个DNA的采样 也做了这个骨骼的一些鉴定 是包括一男一女 这个男的是50到60岁之间 这女的是40岁 从骨骼来看 这个女的这个肌肉 还要比这个男的要发达 还有一个是这个男女身高 只有1米66左右 而这女的大概1米58 从他们这个骨骼里边 也能看出 他们有典型的 这个骑马民族的一些特征 这个人骨的这个 上面有个专业术语 叫骑马小平面 就是它这个腿骨 在夹着马肚子的时候 时间长了以后 肢骨的内侧 会跟这个马肚子磨磨磨磨的 就是这个骨骼有一定的变形 形成一个小平面 所以叫骑马小平面 这是骨骼里边 另外一个这个男主人 肢骨上面有过刀伤 它可能是在 甚至就是跌落 跌落然后整个是肢骨萎缩 变形特别严重 这是从这个 骑志人类学里边 发现了一些信息 好 谢谢韩老师 非常细致精彩的讲述 这座墓葬到目前为止 我们是继续考古发掘 还是已经考古发掘完毕 我们基本上已经考古发掘完毕 首先第一步就是 对这些文物进行整理 整理 提取它的文物所蕴含的信息 然后下来进行 进一步的研究 同时要做这个 遗址本体的一个保护 好 这个学员呢 我提了半天问题 你们有什么问题 老师您好 刚刚您提到 在土中筛出很多金箔片 那么请问这些金箔片 来自于哪些器物呢 整个主墓室里 它的关 上面是有贴金的 有彩绘 这些金箔片 大量的是出在这个关上面 金箔片就是很薄的 就是大概一毫米左右的这种 是贴在关上 另外还有一些小的金饰片 应该是马具 或者带饰上面 随着这些精美文物的 成见天日 一千多年前的那个 水草丰美 生活复述的土域魂国 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这个史料当中也好 文献当中 有没有记载这个土域魂国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这个文献记载相对比较少 比较少 比较少 但是从考古发掘里边 我们会有一些信息 就在这个时期 就这个墓葬的这个时期 它更多的是土拨化 就是说在了这个土拨统治的时期 他们的服饰 他们的这个风俗 大部分和土拨是相同的 就包括他们有褶面 因为青藏高原上紫外线特别强 然后脸上有那个晒了 那个一个一块一块的 就所以他们涂上那个油纸 遮挡紫外线 对 遮挡紫外线 这个另外一个就是缠头 就是用那布 没有帽子 然后缠着头 这是就是一镜土拨化了 另外就是说 它这个穴位 叫穴位 它这个穴位是当地草原的名称 就是冬季的时候 它这些牧民是从山上回到这个地方 然后继续地在这个地方放牧 他们虽然是游牧民族 但是有一部分还要做一些农业 在现在的这个都兰县 是半农半牧的 有一部分农业也有一部分牧业 现在也是这样 现在也是这样 所以这是穴位草原 所以我们基于小地名 考古学是以小地名来命名这个墨大 所以叫穴位一行墨 它这个地方应该是在丝绸之路 一个很重要的位置 它这个商贸往来 这种交流记载也很少 文献上有一个就是420年的时候 他们在这个土一魂 就是有了城以后 它开始 因为这个时候大概就是咱们的南北朝时期 北朝的北魏时期 然后南朝的就是刘宋时期 所以他们也为了和这两个政权进行一个交接 就是派使 从这个他们所在的这地方 到了四川 从四川到了这个建康 和刘宋王朝进行一个交流 当然在这交流的过程中 他会将这个南朝的 就是北朝的东西 带回到这地方 因为他们住的这地方 正好是在黄河南岸 所以就是南朝和北朝 都曾经封过他们叫河南王 这个土一魂在随着强大的时候 他这在强大的时候 正好是这个河西走廊 处于一个分裂阶段 然后这个在河西走廊 武威这一块出现了武梁政权 武梁政权这一块 就是他们在互相的战争 所以这个河西走廊里 传统的这个丝绸之路就受阻 受阻以后 然后这个土一魂就借助这个 有力的时机 大力的拓展 丝绸之路青海道 它这是以这个 他们所在的佛罗川 和福气城为据点 然后向北到这个敦煌 向西北到了切末 然后另外一条是 从这个他们的这个都城 向南朝和南朝 刘宋建立起来一个联系 到唐代的时候 他们又积极开拓 和吐波之间的关系 这形成了唐波古道 所以就以这个 土一魂统治理中心为界 有大概有四条路线 在这地方 我们刚才也说到了 说到了唐朝 而土一魂国呢 位于青藏高原 这一东一西呀 对 他们之间这个关系 是个什么关系呢 在当时 土一魂国随着慢慢地强大 到隋代的时候 它就开始已经侵扰 这个隋里边境 它占领了整个青海地区 608年 这个大业年间 然后隋阳帝 就为了征服这个土一魂 专门西巡了一次 隋阳帝惹急了 惹急了 他就开始西巡 这是我们 就是中原的皇帝 西巡最远的一个地 最远的就是隋阳帝 当时西巡的这个目的 就是为了这个 控制这个土一魂 然后就踏实了一些年 是吧 对 踏实了一些年 到了后来 唐太宗时期 又开始 对这个中原地区 开始这个 劫略 唐太宗就 要下大力气 开始整治这个土一魂国 他派了李进 段志炫 李大亮 等一系列就是 贞观时期的一些名将 还有这个侯军级 进行了一个 艰苦卓绝的战争 当时打到这个苦寒地区 他们在夏天的时候 七八月份的时候 那地方还下去 所以打到最后时候 没有粮食的时候 他们杀马 喝马血 吃马肉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把这个土一魂 整个里最后是给征服了 然后这个 把他征服以后 这个土一魂里 最后一个王 叫诺赫波 他就来 唐朝来这个求和 所以就将 红化公主 嫁给了这个诺赫波 然后他们就联姻了 这就 土一魂就臣服了这个 唐朝 到了六六 就是六六三年的时候 这个土拨灭了土一魂以后 这个诺赫波和红化公主 就向唐帝国求救 然后他们就 唐朝就给他说 你赶紧立签 签到这个灵州 就是宁夏这一块 给他建了一个安乐州 就将这个 土一魂里这些部族 安顿在这个宁夏这个地方 现在有一个考古学证据 就是在 唐高宗和武则天理 乾陵这地方 就有这个六十一番成像 其中就有这个 诺赫波 当时代表土一魂国 在这地方的一个塑像 他灭国以后 就是这个土一魂 就分为两部分 一部分就归了唐代 就唐朝 一部分还留在他们 原来生活的地方 生活的 留在这个地方的 这一拨人 就和这个 土拨又进行联姻 那土拨为了统治他这个地方 必须在这当地 树立一个当地的这个王 来统治他们这地方 这个就是 土拨统治下的这个土一魂王 好的 谢谢韩老师 非常细致地解答 我想听到这儿 我们的学员们 关于土一魂国 大家有什么问题 有什么感受 跟韩老师 还可以做一次交流 老师 我们刚刚从那个墓室中间 看到了游戏马坑 并且从史料的记载里面 土一魂人也是善于养马的 那么我现在就有一个 就不成熟的猜想 就是说 在昭陵六郡中的那些马匹 是不是有可能来自于土一魂国 我们知道青海地区有个青海葱 青海葱就是 当时这个土一魂到了这个地方 然后从这个西域里马 然后培养出来一种 能奔跑 能战争 身体比较结实的这种马 所以这个青海葱 是非常好的一匹两马 当时土一魂国 向唐帝国进贡的时候 这个青海葱就是 很重要的一个贡品 贡品 你说的这种 就是说在 这个昭陵六郡里边 这种可能性非常大 老师您好 刚才听到您的讲解以后 我了解到了 土一魂在这个 中西文化交汇的地方 他在这里受到了 各地的文化影响都很大 那么我想请问的是 土一魂作为 从辽西牵挂来的 鲜卑部族 在这个地方 他还保留了哪些 鲜卑族的文化习俗和特征呢 从我们考古发掘的这里头 它这个 从藏俗上面可以有一些 像这是它在墓葬里边的采观 这是一个鲜卑民族的 一个典型的特征 像在大同 鲜卑民族在大同 就发现过这种采观 而我们这个墓葬里边 也出了采观 这种就是它的一个藏俗 还有一个就是碎屋葬 他们在埋葬的时候 把一部分器物要打碎 器物打碎 在墓道里边 在这个竹墓室里边 我们都有一些发现 墓道里边 我们在不同层位的填土里边 发现那些陶片 这些陶片可以拼对起来 这是它碎屋葬 是它们的一个风俗 还有一些精气 出来的精气是整个团成一块 在这个被盗的文物里边 一个圆形的银盘 叠成四分之一形状 所以这是它的一个风俗 你说到这个中西文化交流 我刚突然就想到了 这个被盗文物里边 有一个希腊神话的一个银盘 它上面有个神树 旁边有一个立着一个 就是一个卷发的一个人 旁边还有一个女 这是典型的希腊神话的一个故事 所以它这是西方的这个文物 传到这个地方 作为考古学 在这个发掘一座墓葬的时候 一个墓葬的形制和时代 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内容 经过2019年的发掘 我们确定了这个墓葬的地上墓园建筑部分 在这之前 热水墓群经过40年的考古发掘 从来没有发现这种墓园建筑 甚至也没有发现这种墓上的这个祭祀建筑 从祭祀建筑里出现和墓园里出现 我们可以初步推断 这是一座高规格的棱墓 是截止墓前青藏高原上 发现了高规格的灵墓当中 保存结构最完整 形制最清晰的一座灵墓 所以它就有一个丁调 这是地上墓园 给我们展示了它一个高规格 20年我们经过发掘 发现了它有赵强 发现了它有五个墓室 这个五个墓室和文献记载的五神殿 正好吻合 所以我们进一步确认 这个墓葬的规格和等级是相当高 另外一个 我们在发掘的时候 也出土了大量的随葬品 这些大量的随葬品 结合同时期一些典型的 时代的标形器 我们也对这个墓葬的判断 是在八世纪中期左右 同时这个墓葬有大量的旁木 经过数五年伦理确定 这个墓葬的这个时代 是在744左右 去对照唐代的文献 它就是天保三年左右 天保三年就是唐玄宗统治的时期 那么从文献记载 663年土拨灭了土一魂 那么这个墓葬应该是 土拨统治时期的一座墓葬 那么它墓主人是谁 我们在墓室里边发现了 这个有墓主人的遗孩 经过鉴定这个墓主人 是一男一女 男的大概50到60岁 女的40岁 这个还不能解决 墓主人的一个身份 我们在这个官室里 东端发现了一枚 银制的印章 这个银制的印章 是一个鼻形扭了一个 只有1.8公分的 当时还没有这么清晰 只能看见上面有一些刻痕 是什么东西 还不太清楚 所以晚上回到住地以后 我们就第一工作 就是来清理这个 当清理完以后 我拿着这个印章 从侧面用这个手电筒 光一打的时候 能看见隐隐约约 能看见这个骆驼里 四个蹄子 首先我们就确定了 这个印章上面 有一个骆驼 但下面的这个 能看见有一些刻痕 但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首先我们想到的是 做碳商 就是做X射线 对探寻它里 这个上面道理的文士 经过X射线 也是看不清楚上面有什么 所以我们的这个同事 又将这拿到了中科院 高能物理研究所 对这没进章 做了一个高 450千伏的工业CT 通过CT以后 我们最后呈现在 我们面前的就是一个骆驼 和周边的一圈里的骨藏纹 这个形象出来以后 我们就赶紧找这个 古藏文的专家 去试读这个藏文 外省阿柴王之印 这是土玉魂王的一个印章 有这个印章的文字 有这些高规格的 这个墓园建筑 和这个墓室里这个武神殿 所以我们就最后确定 这座墓葬 应该就是土玉魂王 它上面这个文字 外省阿柴王 那个阿柴我们知道 是吐蕃对这个 土玉魂的一个称呼 那么阿柴王 那明确他就是土玉魂王 那外省 那么就是他这个土玉魂王 和这个土玉魂进行联姻 从文献上就是 龙硕三年的时候 土玉的一个大使 到唐帝国来出使 当时唐高宗就有一句话 你说你看 土玉和土玉魂本生就国 这个你土玉还和土玉魂 进行战争 还把我们这个 侵扰这个大唐的边境 就有这一句话 就进一步证实 土玉和土玉魂之间 有一个政治联姻 这个外省的 这个关系也解决了 然后这个阿柴王的这个 也解决了 在敦煌里有一个 阿柴纪念残卷 这个阿柴纪念残卷里头 就说到了 在这个 六八九年 土玉的公主 叫赤邦 嫁给了这个土玉魂 但是这个土玉魂王 是谁 他没有说 说到了他的儿子 叫莫赫 土魂可汗 那么 赤邦公主 是土玉魂公主 他的儿子 叫这个阿柴王 他是土魂可汗 而这个六八九年 他嫁给土玉魂王 就说再过一年 到六九零年 他生子 而到了七四四年 大概这个年龄 也就是五十五岁左右 和我们这个 牧主人的身份 比较吻合 那么我们就做一个 大胆的推测 这个牧主人 就有可能是这个 赤邦公主的儿子 因为他妈 是这个土博人 他又是这个 和这个土博 又是这个生旧关系 所以我们就推断 这个牧主人 应该是这个 莫赫土魂可汗 谢谢韩建华老师 今天非常精彩细致的讲述 让我们能够得以 对青藏高原上 这样一座神秘的大墓 有了进一步的了解 我们也期待着 热水墓藏群 将来能够带给我们 更多的新的一些信息 谢谢您 好的 谢谢 谢谢 同时也感谢来到现场的 各位学员 谢谢大家 一千多年前 那个神秘而又 富饶的土域魂国 早已消失在了 历史的尘埃之中 而2018 穴位一号墓 便是历史留给了 我们的一把钥匙 它让我们 打开时光之门 去探索这个辽阔高原上的 富庶城邦 去了解 丝绸之路 几个世纪的繁荣 去见证我们国家 多民族历史的融合与发展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 考古公开课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